这树上面长了好多里子 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怎么熟 这次来了有些红的,上面有一个红的,把它摘下来 这个已经红了,尝一下 它在后面烂了 那边还有红的 我吃一个比较轻一点 这个就比较酸了 这里还有琵琶 琵琶都红透了 好多都被小鸟吃了 尝一下 这个味道还好 这琵琶的个头也比较大 大家好 上次来这边放鱼笼的时候拍了这边的一块石头 那个石头的颜色比较绿 然后有网友看到了 让我过来把它凿一下 看一下它里面的橙色 然后我今天就带了这个工具过来 然后满足一下网友的好奇心 就眼 Roder 这两天都没凿赒 然后那几位网友都发私信给我 今天先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成效怎么样 如果之前的话我分一点给 주고 真是小鱼 那几位网友吹了我好几次了 不知道能不能够凿出来 要不是那几位网友发私信给我 我不打算来凿这块石头的 我感觉我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有这么好的运气我早就发财了 刚才我在这里面看到了一只螃蟹 比较小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弄出来 在这一笑 放了 走 起来了 这个就是普通的岩石 这在水里面挺绿的它的颜色 这都一层一层的都裂开了 然后让这几位网友看一下 仔细的看一下 这不值钱啊 就这一面在水里面显得比较绿一点 所以给人有一种错觉 以为它是好石头 这个石头不值钱 满足了那几位网友的好奇心 这种石头在我们这边到处都是 现在又回去了 现在回去了 下回去了 十分钟 好